《猎王记下》第23章 于是王派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长老到他那里 王登上耶和华的殿 犹大众人、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 还有祭司、先知和众民 不论大小都一同前往 王就把在耶和华殿发现的约书所记的一切话都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住旁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一心一意跟从耶和华 谨守他的诫命、殿章和律例 实行这书上所写有关这约的话 众民都一同立约 王吩咐希勒家大祭司、副祭司和守殿门的 把所有为巴黎、亚瑟拉和天上的万象所制造的器皿 从耶和华殿里搬出去 在耶路撒冷城外、吉伦谷的田野把它们烧了 然后把它们的灰烬带到伯特里去 他废除了从前犹大猎王索利 在犹大各城的丘坛 和耶路撒冷的周围 焚香拜偶像的祭司 又废除向巴黎、日、月、星辰和天上万象焚香的人 他把亚瑟拉像 从耶和华殿里搬走 拿到耶路撒冷外的吉伦西去 在吉伦西把它烧毁 磨碎成灰 把灰撒在平民的坟墓上 他拆毁在耶和华殿内 男性妙计的房屋 就是妇女为亚瑟拉编织袍子的地方 他又从犹大各城把祭司们召来 污秽祭司们焚香的丘坛 从迦巴直到别士巴 他又拆毁设在城门的丘坛 就是在市长约书亚门的出入处 在城门的左边 但是丘坛的祭司 不会登上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祭坛 他们只是在他们的兄弟中间吃无效饼 他又污秽在新嫩子谷的托菲特 人在那里将儿女焚烧献给摩洛 他又除去犹大猎王献给日头的马匹 这些马匹是在耶和华殿的入口处 靠近太监拿丹米勒在院子里的住宅 他又把献给日头的战车用火烧掉 他又把亚哈斯的楼房顶上 犹大猎王所做的祭坛 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所做的祭坛拆毁 就地打碎 把他们的灰尘倒进吉伦西去 在耶路撒冷冬面 橄榄山南面的秋坛 就是以色列王索罗门 为西顿人可赠的神亚斯插路 摩洋人可赠的神基摩 和亚门人可赠的神米勒公 所筑的秋坛 王都污秽了 他又打碎神柱 砍下亚瑟拉 把死人的骨头布满那个地方 此外 甚至在伯特利的祭坛 和那时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所做的秋坛 他都拆毁焚烧 压碎成灰 又把亚瑟拉烧了 于西亚转过山来 看见在山上的坟墓 于是派人把骨头从坟墓中取出来 烧在祭坛上 污秽它 就像神人从前所宣告的耶和华的话 约西亚说 我看见的这墓碑是谁的呢 纳成的人对他说 这是以前从犹大来预告你 在伯特利祭坛上所做的事的神人的坟墓 所以王说 由它吧 不要让人动它的骨头 于是他们没有碰它的骨头 和那从撒玛利亚来的先知的骨头 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各城市建造 以致激怒耶和华的一切秋坛上的庙堂 约西亚都除去 他照着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对付他们 他又把所有秋坛的祭司都在祭坛上宰了 他把人的骨头烧在他们上面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王又命令众民说 照着这约书上所写的 守逾月节 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 真的 自从逝世治理以色列的日子以来 以及以色列诸王和犹大列王所有的日子以来 没有守过像这一次的逾月节的 只有在约西亚王第十八年 在耶路撒冷守了这逾月节 纪念耶和华 约西亚也除去在犹大帝和耶路撒冷 所有招魂的、行巫术的、家神、偶像和一切可赠之物 为要实践希勒家祭司 在耶和华殿里所寻得的书上所写律法的话 在他以前没有王好像他按着摩西一切律法 全心、全性、全力归向耶和华 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好像他的 但耶和华并没有把他向犹大所发的列怒消除 因马拿西种种的恶行激怒了他 耶和华说 我也要把犹大从我面前赶走 好像我把以色列除去一样 我要丢弃我所拣选的城市耶路撒冷 以及圣殿 我曾说 我的名必立在那里 约西亚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至上吗 在约西亚的日子 埃及王法老尼戈上来诱发拉底河 帮助亚述王 约西亚王进去迎战他 法老看见他的时候 就把他杀死在米吉多 他的臣仆把他的尸体从米吉多 用马车运载送到耶路撒冷 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 国民选举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 告了他 立他接续他父亲做王 约哈斯登基时是二十三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 他母亲名叫哈木他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好像他的祖先所行的 法老尼戈把他囚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 使他不能在耶路撒冷做王 又罚了犹大国三千公斤银子 和三十公斤金子 法老尼戈另立约西亚的儿子 以利亚靖接续他的父亲约西亚做王 改了他的名字做约亚靖 他俘虏了约哈斯 把他带到埃及 他就死在那里 约亚靖把银子金子付给法老 为了应付法老的命令 他向全国征收税银 按着他的评估向每位国民索取金银 好付给法老尼戈 约亚靖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西布达 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好像他的祖先一切所行的